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皱了重眉头 说 你们让我当大元帅 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靠呀 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 你们都是二级 三级 我毛泽东太不够一丝 太不够朋友 周温来解释说 这是大家的意见 主席就应该拿最高的工资 毛主席想了想 说 我们把一级让给马特斯 恩 格斯 二级让给列宁 斯大林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三级干部吗 于是 周温来又回去做了调整 毛主席 朱德 刘少奇 周温来等中央最高领导都是五百云工资 那么 这几位伟人的工资 是不是全国最高的呢 当然不是 比如李继生 按规定拿的是跟毛主席同等级别的工资 五百元 但鉴于他们家人口多 共有二十几个人吃饭 中央特批 李继生每月可以拿双份工资 集一千元 李继生是资深的革命党人 曾任黄浦军校副校长 是周温来的劳领导 1937年 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46年发起成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自任主席 新中国建立后 作为党外人士的杰出代表 与朱德 刘少奇 宋庆龄等人 共同担任国家副主席 虽然李继生每月可以拿一千元工资 但也基本胜不下 据他的女儿李小彤回忆 除了家里的二十多口人 很多父亲当年 老部下也经常来找他帮忙 附近又是个心软的人 见不得老部下们受苦 每次都会拿出钱来接济他们 所以每个月的钱都不够花 另外 弘扬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基本工资也是五百 但每个月还有三百元的活动经费 完全由他自由支配 所以宋庆龄每月拿到的工资 也比毛主席要高 当然 这些老一代革命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从不为自己毛福利 每月的工资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剩下的钱都接济了别人 宋庆龄也不例外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 陈云提出给自己降薪 毛主席听说后 拍手叫好 说 陈云同志高风亮节 要降 我们就一起降吗 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于是 毛主席的工资降到了四百零四点八元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等人 自然也不甘落后 纷纷都降到了四百零四点八元 这个时候 还有没有比毛主席的工资高的人呢 当然有 但不是中央领导 而是著名教授叶启孙 当时 叶启孙的固定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中科院每个月还要补发一百元 所以加起来是四百六十元 比毛主席多了五十五点二元 可别小看这五十五点二元 当时在清华大学食堂 天天吃鱼吃王八 一个月八块钱生活费足够了 叶启孙先生是我国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一生逃离满天下 杨振宁 李正道 王干昌 钱伟长 钱三强 朱光雅 周光照 邓家谦 陈省申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这种 有一半多都曾是他的学生 绝对是大师的大师 对这样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 中央向来很重视 给他最高的工资 正体现了对他的尊敬 不过 上面这三人的工资还不算最高的 在一个人面前 根本还不上号 这个大牛人 就是四大名弹之首 梅兰芳 梅兰芳作为京剧大师 本来拿的是也 出费 但建国后 戏院改成公司和影 梅兰芳的收入也改成了月薪制 那么 给梅兰芳订的月薪是多少呢 原始数字也查不到 但梅兰芳主动要求降了两次薪之后 仍然高达两千一百元 不过 对这个高工资没人敢说闲话 因为在公司和赢钱 这也就是梅兰芳演一场戏的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